由国立东华大学承接的东区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专业辅导中心 佩丽和辅导宜兰花莲台东218个部落文化健康站 一连两天在东华大学开训 除了加强文化健康站经营管理及行政业务 也提供造福源增能专业训练以及咨询服务 以化东文化健康站专业辅导团队计划主持人黄银豪教授表示 这次的研讨会主要是给第一线的实务工作者 经验交流的分享机会 我们往年的研讨会的办理都是请大学老师或是专家学者来讲 可是我们觉得说应该要翻转过来 应该要让实践或是实物的经验放在更前面 所以今年比较特别 就是今年我们请各站的照顾服务员机构负责人来讲他们的经验 所以总共有24个人 就有好几个站包括宜兰花莲台东 很多文件站的同工都到前线来讲他们的经验 然后他们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我们就会分成新手的照顾服务员 然后资深的 然后机构负责人 然后更多的课程的主题的方面 比如说预防节线缓失能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多元创新的方案等等的 都涵盖在这次研讨会里面 这次的研讨会共有24个来自第一线的照顾员和文件站机构负责人 带来精彩的发表 新手照顾员的甘苦谈 让新手照顾员能够了解在照顾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情感问题 他因为在疫情期间 长辈们没有办法进站 然后他就是服务就只剩下访试 然后就是送便当 那访试也只能远远的看着不能有接触 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送便当给长者 那有一天长辈就说 就在门口就跟他说他要去看医生 要去回诊 结果6月1号就听到长辈过世了 就在医院过世 就让他感触很深刻 就是每次要经过送便当的时候 就会经过长者的家里 他就有那一段很难过的感受 也觉得跟长辈的互动时间太少了 研讨会透过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族群 照服务员的分享 不同的服务模式 让照服务员的实物经验获得累积 16张照片 16个故事 24位分享者提出照服的故事 期待能够帮助到 宜花东原住民的部落照护服务模式 记得凌桀收锋箱采访报道